好 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 歡迎收看今天的金錢到 兩碼 升級兩碼 全世界都知道 事前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不能說平靜無波 只能夠說先壓的人賺錢先走 對吧 所以盤中殺一斷 那麼可以講得很精采 因為鮑爾非常陰 其實這個也沒什麼好講的 它就算不陰 我認為賣壓還是會出來 對吧 你想像一下 全世界都知道的一個東西 全世界都知道兩碼 那麼你有1000億的size 你買在裡面 昨天高出低進已經一趟了 今天確定兩碼你出不出 對不對 你1000億的size 只要你出掉 馬上可以現賺個 也許沒有多少 大概幾十億美金有吧 然後尾盤再接回來 你可以維持你原來的部位 我覺得大部分的投資機構 尤其現在的美國 很多人會做這個事情 因為盜窮不是沒有漲 盜窮其實你漲滿多的 尤其你是一些這種平常 我們看到日常消費的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打一下麥當勞 或打一下聯合健康保險 對不對 這些公司 你對比特斯拉 當然特斯拉就破底 所以其實要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是 美國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 等於送分體 等於好像你只有你買通通賺錢 不是這樣子 美國現在不是這樣子 國際股市現在是少數的股票 價值型的股票它漲得比較高 所以今天你如果說你是一個 在華爾街 你手上可能有幾十億 上百億美金的這種操盤人 你面對一個連散戶都知道的事情 然後你手上的部位 可能已經賺了10到20%了 你怎麼可能不出 難不成 鮑爾昨天如果沒有講話 盤就會一直拉上去嗎 漲1000點 我才不信 真的我才不信 重點是我要出 我要出我就趁著包我講話的時候出 然後把這個東西推給他 那不是比較漂亮 對不對 所以其實這個很正常的結果 指數就是這樣子 他會在一個區間裡面來回震盪 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過高你不要追 台股現在過高你不要追 拉回就站在買方 股票也是一樣 過高都不要追 你看像好的公司 好的題材的 比方說我隨便講幾個 昨天的 昨天的創意M31漂亮吧 昨天的高麗漂亮吧 今天還不是一樣 你追上去就是套 只要過高 對不對 你追的都是套 那現在賺錢 賺到快錢的方式 就是你要賺到那個價差 對不對 否則的話你就是一路爆 一路爆 你比方說 很多股票 比方說宜特好了 你爆到現在 就是小賺 那你就小賺 你那個價差出不來 但相對的 如果你在前天去買 中興店 你今天絕對賺得到價差 如果你看我們的節目 或者是說你加入我們的Light 我昨天講了一個很重要的 說你為什麼要掃我們的 掃我們的Light 對不對 我們這為什麼要掃碼 為什麼要掃碼這個Light 因為你盤中就可以知道 我們在買版卡 我是不是昨天盤中Light就寫了 要買版卡 對不對 你不管今天是買華擎 買技嘉 或是你去買漢訊 就寫在這個Light的文章裡面 你昨天去買了 然後今天就是漲停板 對吧 有的股票它沒有漲停 但也是7到8% 你就站在一個領先的地步 而不是說 今天大家來去翻譯那篇文章 大家在這邊解報了講什麼 股市都已經走完了在這邊解 沒有用嘛 明年更陰怎麼樣講 其實台股 台幣只要不破下去 因為你現在升兩碼就 美元指數很難再創新高了 所以你下檔基本上是有保護的 只是說你在供的時候 它不是屬於一種擴量上供的行情 所以這個時候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一定是站在多方好賺錢 就是買股票 但是很多投資人他現在心裡就是 比較有一點感覺放不開的原因 就是為什麼我買的股票都套著 不賺錢 買了以後就不動 對不對 比方說你前天放膽去買生技股 它不動買了就不動 大前天你買太陽能放了就不動 對不對 結果今天帽地拉起來 我昨天有跟你講 所以這就是一個節奏的問題 其實我給各位一個 很簡單的一個概念 你不妨這麼做 把你的目標放在一個禮拜 比方說我們講這個禮拜 已經到禮拜四禮拜五了 對不對 下個禮拜這段時間 你有沒有辦法賺到十萬塊 這是不是第一個目標 你把這個目標明確起來 你就穿越了市場上 這些狗幣倒灶的事情 你做得研究那麼多 我就直接問你一件事 從週一 週二 週三 週四 到現在為止 你這個禮拜賺十萬了沒有 你先回答自己這問題 沒有 講那麼多 我台積電買在哪裡 田錫 報爾如我所說 這個果然FED升兩碼 講這些都沒用 對吧 能夠振奮你的最重要是一件事 就是這個禮拜先賺到十萬 你這禮拜賺到十萬了以後 你就有那個能力跟辦法 去賺到二十萬 對不對 你昨天隨便記加十張 你今天就十萬了 十張二十張 你昨天隨便我寫的 比方說我解的儲能系統 廣定還是日有好了 對不對 廢棄物處理 隨便下去 今天拉上來盤中就有十萬了 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解盤才有意義 因為解盤的目的是在於看到市場上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所以今天那個盤是它開低走高起來有沒有賺錢的機會 盤中買股票有沒有機會到尾盤是賺到十萬的 我們先想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我們盤就不要緊 因為接下來很簡單 向下破不了 向上過高會拉回 指數你看正來正去 用你的方式 用你們老師的方式 可能賺不到錢 你就會覺得說 那這個盤是不是沒有好做的 可是在我看來 能做的股票很多 滿多的 其實有沒有 有沒有人去想過一個事情 你把他反過來想 你說高利漲得慢 但如果你不是過高追 你是每次過高都出一趟 拉回來你接回來 一檔高利本來只能夠賺一次 結果你賺了十次 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就比方說我講創意也是一樣 你過去的經驗就是 很多人經驗就是過高追 過高追 過高追 代量長紅 過高追 過高追 代量長紅 過高追 又套 又套 又輸 又輸 你把他反過來 看到上影線 隔天買 看到爆量長黑 隔天買 看到破十次均線 隔天買 那你就可以賺一次 賺兩次 賺三次 賺四次 賺五次 反過來就好了 對不對 就是把你的節奏反過來就好了 把你在過去兩年大勝的節奏 反過來就好了 因為市場變了 要不然今年怎麼會輸錢 對不對 我就跟各位講 去年韓英股再好的時候 很多大學生 對不對 三萬五萬起家 信用卡借一借 然後從五萬到十萬 十萬到二十萬 二十萬到三十萬 三十萬到百萬 很多大學生 他們的做法很簡單 開盤市價買十張 收盤市價出十張 開盤市價買十張 收盤市價出十張 不用交割 就當充 開盤市價買二十張 收盤市價買二十張 資金就這樣子 十萬 二十萬 三十萬 百萬 兩百萬 就這樣一路滾上去 然後呢 如果會守的人就是守住了 不會守的人就是 兩百萬 一百萬 五十萬 二十萬 賠錢 我約交割 借女朋友的戶頭再賠 借媽媽的戶頭再賠 到最後就離開股市 現在去找工作 所以 這個中間的差別就在於說 你能不能改自己 八字命理為什麼 你為什麼會覺得 師父講得準 是因為 你要改變你的命運 是要改變你的想法 對不對 比方說你命做太硬 就喜歡享受 那適合你的方式 可能就是一筆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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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你殺不然命格的 我跟你講說 一個禮拜只要賺二十萬 你受不了 你說 我存已經三百 我這個地方就要挑戰七百 對不對 我再來就要挑戰兩千 所以我跟各位講 改變你的想法 我認為不難 改變一個人的行為模式 只要給他一次成功的經驗 比方說你跟著我成功一次 就想說 我現在叫你加lite 對不對 因為我昨天寫得很清楚 跟講 板卡 好 那 可能有台中的高雄的朋友 不管你今天做什麼工作 汪先生 小陳 對不對 昨天試看看 蔡老師寫這個板卡 他說不要管比特幣 跟比特幣無關 我就買個十張的滑晴試看看 今天漲停了對不對 我明天寫的這篇文章 你一定跟著我照做 為什麼 因為你成功一次 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講的是什麼 放開心胸 聽我一次 掃馬進lite 我們只有五件真章 盤中等我的文章 那你就整個改運了對不對 指數就是這樣 低檔不怎麼會破了 過這個高點我認為過高又會拉回來 所以現在已經拉回了 就是把握這個日出的機會 禮拜五 下禮拜一 二 三 黃金 吹討期 OTC一樣不多說了 今天已經出現破景線的股票 第一群過季線 回來採季線的股票出現 如果你把上禮拜的南電當第一批 那不對 因為南電沒有破景線 但聯發客確實有 你不要說他沒有 這一根少了亮出來 這也說明了一件事情 回頭看納斯達克 根本不搶 所以注意一下 你千萬不要以為 躺著你的股票就會解套 沒這回事 明年過完年以後 會有第二批 第三批 第四批的股票 去撤前低 甚至破底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看納斯達克就知道 換股是必要的 你要從2022年的股票 換成2023年的股票 這裡只要一根黑棒下來 就準備撤前低了 你不要以為 美國股市到底多強 道瓊在搶 科技股根本就不搶 明年要迎來摔退你能多強 除非說明年摔退的幅度不如預期 今年超預期的跌升 然後右腳不破 彈上來第四季大漲 對不對 要不然現在動作很簡單 2023年已經確定是多頭的股票 你每個禮拜給他一個目標 比方說你這個禮拜賺到10萬 你下個禮拜賺到20萬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 這技嘉 對吧 昨天有跟你預告 我們Light就寫在盤中 這個叫做我們的Light 小老鼠 G-O-L-D-M-O-N-E-Y-E-6-8 差一個字都不行 好 那這是昨天的漢訊 我們昨天節目有預告了 再來就是滑琴了 對吧 合作集團 因為有集團的概念加持 有沒有 今天早上工漲停 對吧 昨天進場 今天噴 就是這樣 所以你看 昨天才買的技嘉 假設你昨天買技嘉 你看你買在哪邊 對吧 你看你買在哪邊 昨天的開盤價是在104左右 但是因為這個開盤價 直接就日出了嘛 所以你就算買在105 今天來到117 一張的價差也超過1萬塊了 所以我才會跟各位講 10張的話有沒有超過10萬 有啊 那20張呢 你這個禮拜就20萬啦 那4個禮拜不就拼80 先做到第一步 難不難 不難啊 先不論我有沒有call這個 call這個股票嘛 因為我call這個股票 你要加入我才拿得到嘛 對吧 先講Light 8 我們板卡是寫在裡面 這個就意味著 也許你買的不是技嘉 你買的是滑琴 但意思不是一樣嗎 掌勤板啊 對不對 所以現在有一個重點 就是取決於你下個禮拜 想不想專用10萬嘛 你想不想 想的話你就很簡單 幾個事情嘛 第一個你先Light 掃起來 你看我禮拜五怎麼跟你驗證嘛 對不對 滑琴上來這幾個 我又不多講 漢遜你就直接攻漲停了 好那台藥這個就反攻嘛 因為他子公司 他轉投資就是昨天跟你講的 那個台康生嘛 結果今天你看 一根拉上來就漲停了嘛 對吧 台康生也許需要多兩天嘛 正如我昨天先跟各位講的 誰先日出誰先漲 那不漲停嗎 這不是一個日出 這不漲停嗎 對吧 下禮拜就差不多了 讓他整理一下 台康生今天先帶一個成交量 量也沒炸 本來很多人以為說 這個跌廳打開會爆一個天亮 根本沒炸 表示什麼 人家也沒幾個人想賣 美食就等他兩天 你也沒量 照理來講 應該是要有獲利了結的賣壓 這裡被關緊閉 獲利了結的賣壓應該出來 像保瑞一樣兩根 也沒人賣 你看根本吸收了 這個再整理了幾天 春風一吹對不對 重新又起來了 那在等生計的過程當中 短線的資金跑去拉什麼 軍工股 就這幾個是兄弟黨 軍工股 安全監控 什麼生計 什麼中國缺藥 什麼旅行社這幾個是 資金就這五個洞轉來轉去 對吧 你休息我就拉 這沒什麼 這很簡單 低價股總是有翻倍的機會 20翻到40 就是500萬就變1000萬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裡收斂上來 這裡是做一個恩智直接上攻 還是說他變成一個收斂 這你要看一下 因為前幾次的經驗 每次過高都收下來 你這次如果再到前高收下來 就變成一個三角收斂 就縱使是如此 還是強了 國防軍工這次要注意一下何成 因為他是後來這一批 因為後來這一批 他 雷谷是第一批 他是後來這一批 明天注意一下能不能直接往上攻 保一就有機會被帶動 但他現在分盤交易 這一支是新掛牌的股票叫保勝 因為這個光學鏡頭 本身是具有國防的概念在裡面 所以今天帶了一根蒼虹 因為現在的軍工股 大家很需要新的面孔 如果你怎麼玩都是什麼保一 再怎麼玩都是雷虎的話 大家會玩到後來有點膩 對不對 但是我今天要跟各位講 就反過來一個邏輯 整理過的保一跟沒整理過的保一 整理過的雷虎跟沒整理過的雷虎 你可以把它當成兩支鼓 一個是你追上去然後掉下來 像我剛剛跟各位講 換個方式想 換個方式想這個問題 對不對 換一個方式反過來想這個問題 本來高利只能賺一次 抱到底 但正因為他每次過高都拉回 所以本來可以賺一次的 變成你可以賺十次 對不對 2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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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還是等於10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拉回的中心店我有預告 今天收盤價是收在這個地方 收在最高點 上不上影線我其實不在乎 對不對 你一定是 傳統的解法這根上影線 一定是高檔炸量 傳統解法一定是這樣 這個我沒有在 這個我剛好相反 你炸量我又買 這個 好比說今天這個情形 就是要來跟各位講 所以你看 板卡上去了對不對 但是你到第三天 你去追他 我相信你也會受傷 因為我的目標很簡單 每個禮拜固定對不對 比方說你放一個目標 這禮拜10萬到手了 下禮拜再10萬 所以你現在應該要想一個問題 你這禮拜沒有賺到10萬的朋友 你下禮拜的10萬在哪裡 這樣想是不是事情就簡單很多 我們先進一段光 稍後下回來 主攻2023的小組 主攻2023的小組 第一個首要的目標 當然就是在於 因為你做一件事情 要怎麼樣去證明他有沒有成功 假設你這個禮拜有看到績效 你當然就可以證明這是成功的 對吧 新的一年你有什麼夢想呢 新的一年 有的朋友他可能希望說 我希望我股票解套 但是你要小心一點 不是每一檔股票都有機會 就如我剛才所說 你看聯發科就知道了 第一批敗相已經出現了 不管你今天拉回來 是要測前低還是右腳 你就是會在第一季 有一個測的動作 測你知道嗎 測是打腳的意思 你不要說本來你股票已經賠300萬 結果反彈上來少賠很多 只有賠150 結果你突然之間又變成賠200 但就是都不動 不動就會這樣 好 那今天我們來看到 新的一年有什麼夢想 有人說旅行社業績不好 所以不該漲 這個講得也很好笑 前兩年就跟你講說 到處都有疫情 你說他的業績怎麼會好 重點是看明年 林社其實都漲第二波了 這個我又不多說了 好 那我們看看 第四季才轉強了股票 而且量能很明顯 對不對 網通 昨天中繼了一根 今天刻意拉起來 我認為這個 應該是對他很有自信 資金對他很有自信 後續可能要看一下 有什麼東西要發表 好 那再來就儲能系統 這個看起來沒有那麼 陡峭 但是越爬越高 對不對 這是不是跟那個什麼盛達 跟那個什麼廣定 是一樣的 但你在爬的過程當中 一個禮拜有沒有機會 創造出20萬的一個空間 有嗎 你就像我講的 假設你禮拜一八萬 禮拜二八萬 禮拜三八萬 也是一樣有20萬 所以盛達這個也是一樣 這裡有一個禮拜 這裡也有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你的目標 是有機會達到的 你就可以轉到新的地方來 比方說這一根日出 你到今天為止 這個禮拜可能已經達到 20萬的目標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達能 對不對 這有沒有達到 有 怎麼會沒有達到 對啊 可是我今天最要漲停 最要漲停可是隔天開下來 有些亮縮 對啊 我跟我講過就要等亮縮 你等亮縮不對嗎 就跟茂迪一樣 你等亮縮 拉回來是不是0.26 對吧 這個要是有人點火 就要再測一次新高 對不對 因為重點是 州級別會形成一根藏紅 大陸要擴大內需 他要開始刺激經濟了 這個可以造就很多的機會 第一個散裝最先漲的是育民 不管是不是集團的緣故 可是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11月就上來了 你仔細看一下 漲得比其他電子股還要多 很多人說航運股沒有機會 我不這麼認為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站在一個太遠的角度 去看待這件事情 在我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這個禮拜 你有沒有靠育民賺到20萬 假設有就是成功的 20萬就夠了 哪一天你會迎來一個日落 我不知道 對不對 但是那一天你會出 那就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 擴大內需對吧 他要來擴大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中虹 昨天進場前天進場的人 有沒有機會在這個禮拜拿到20萬 當然有 這是一個中繼突破 在漲這一根帶長紅嗎 這個叫做空頭抵抗 可是抵抗失敗 再來我們看一下惠陽 海光 分別有其他的閃光跟鋼鐵 昨天有提到就是廢棄物處理 誰有布局大陸 看一下潤泰集團當中 也有股票在往上攻 這個禮拜有沒有機會利用 他拿到20萬 當然有 所以日出之後迎來的 將是一個20萬的空間 我們來看立青 剛剛開始做日出 但是雖然在這個地方 不是長紅越爬越高 有沒有機會 可能現在目前還不明顯 接下來再創新高就有機會 所以剛剛起漲的股票 是不是要把握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支保勝 這個是剛剛掛牌的 新的軍工股 保一的話就分盤交易了 這個後面可能就不一一 來跟各位講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主攻小組 來主攻2023的小組 我們把手中的股票 來做一個換股 換成2023要攻上去的股票 那麼現在就有機會 先達到本週的目標 每個禮拜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們就從禮拜五開始 帶你們來新股票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剛剛起漲 2023的小組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中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2023的小組 2023的小組